我们从大周四出来之后呢 就收拾行李去拉木措 我们来到了当雄 下起了大暴雨 雨越下越大呀 感觉走不成了 真的是很奇怪 旁边的河里面都涨水了 因为每天晚上都在下大暴雨 我们在拉萨 昨天晚上也是暴雨 前天晚上也是下大雨 好了 气喘吁吁的 我们回了酒店了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因为昨天我们太累了 所以就没有上船视频 我想说一下拉木措 拉木措最开始我们不愿意去 就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了 它很多的负面评论 所以才没有去的 后来我看到评论区 好多人都说圣湖居然不去 那么美的景色居然不去 我们还是去了 我们到了当雄之后 当雄的海拔本来就高 好像是4500多吧 还是4200多 拉木措就更高了 拉木措他景区修了个大门 它是修在一条省道上的 我们过去之后呢 就被景区大门的保安拦下来了 他说要买票 买票当然能理解的 我们就问多少钱 他说一个人215 是吧 一个人215 我跟季活就要花400多 布达拉宫那么有名 那么具有人文的这种地方 才200块钱 一个拉木措你凭什么 就要200多 后来我们就问门票构成 门票构成好像是 门票是105 是吧 门票 全是大巴钱 我说我们有车 我们不坐大巴 我们自己开车进去 不行 必须要坐大巴 必须要花400多块钱 这个规定真的是让人无法理解 它本来就是一条省道 居然还不让开进去 要停在它的外面 要坐它的大巴进去 圣湖虽然很美丽 但是它旁边的这些人 实在是带插进的 当然网上有很多公列 说是什么 晚上8点以后进去 没人管 或者是从旁边的草地上面 可以绕进去 但是我们不屑于做那种事 因为毕竟它是圣湖 我们虽然看不到它 但是也不去做逃票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连夜 从当选赶回了 还是住在现在这个酒店 我们不去浪漫桌 在这里跟她讲一下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要离开拉萨了 我们下一代准备去林芝 已经收拾好了我们所有的东西 带着唐妹 走 唐妹来 走 唐妹 好 她就给你们帮唐妹的狗粮拿着 嗯 走喽 姬婆的夙愿已经完成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返城了 因为姬婆她实在是太想小泽了 是吧 对 我要回家 她急着回去 本来我们想把车子办拖运的 然后 但是唐妹没办法 所以我们还是从318开回去 现在我们去林芝 现在我们去退房 唐妹好像每次一出门 她就显得特别开心 我们在这个宾馆已经住了几天了 五天 咦 老板 退房了 拉萨停车场特别的紧张 停车特别不方便 大家如果能住店找到一个比较大的停车场的酒店的话 那是相当的方便 我们的车就一直停在这样的一个停车场里面 在这停了四五天啊 四年七 我们要出葬了啊 回去啊 我们要回去了 往回走了 我们去林芝了 陪你一北回去啊 去林芝了 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能再来西藏啊 你们年轻 有缘再见啊 对 你们年轻 以后来更好嘞 吃那些不是到处在修路吗 路肯定是会越来越好 反正来一趟真不容易 好艰难 你走去男士走个轻转线是吧 好 我们现在回去走川藏线 走三个八 嗯 我们出发了 我们就要离开拉萨了 离开这个神圣的地方了 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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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拉萨待了五天 住了五个晚上 感觉这几天心里很宁静啊 尤其是去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之后 觉得 虽然不是彻底的醒悟啊 但是感觉心灵真的是很宁静 很平静的 所以这一次来 虽然我们没有把它所有的景点啊 什么圣湖啊都看到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觉得有生之年肯定还会再来的 是不是 给下次再留一点希望 对不对 淘气哥 我马上出拉萨城了 出拉萨城还是先填饱肚子吧 来到了一家四川面馆吃面 我点了一份大碗宽面 鸡婆点了一份扫子面 对 我们还点了一个凉菜 就是凉拌肘子 这是肘子 凉拌肘子来了 鸡婆快吃 好 好吃吗 好吃吗 吃两半肘子好香 藏族小伙儿涛鸡公主 放羊女孩儿涛鸡骨 我现在已经不是放羊 放羊小女孩了 你看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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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面汤 嗯 谢谢 这是我的宽面 鸡婆的扫子面 对 你小心 别这个油 别健身上去 来 嗯 这是我的宽面 这还有一个鹌鹑蛋呢 其实路上很多穿菜馆 嗯 味道都还可以 宽面 宽不宽 宽 这是鸡蛋切的丝 鸡蛋丝 看他们这边煮这种面 是不是都得用高压锅煮 嗯 心脏是日光之成 这一点我好喜欢 你看 它虽说是下雨是下雨 但是它每天都有阳光 每天都有阳光 而且 洗的衣服很快就干了 现在是雨季 离林芝含有279公里 我发现这边的山都变得不一样了 山上开始有树木了 我们正在通过米拉山隧道 这个隧道 也是特别长的 至少有4点几公里 这个隧道还是挺有特色的 隧道顶还跟我们画上了蓝天白云 现在的海拔是4780 你看 它就用4780的海拔你怎么样 感觉又有点闷人 我怎么还好嘞 不知道 你没开这个吧 来氧气给你吸上要不要 有点昏昏的感觉 果然 我还说 我说怎么到了这里脑袋有点昏呢 一看 一查海拔4780 过了这条隧道就进入了林芝市 林芝的海拔就比较低了 3100 估计我们就一直会往下 我走往下走 过了刚才那个隧道到林芝 我们一直下一直下 已经下了几十公里了 还在下 一直走到这种山谷里面 山谷里面温度非常低 大概只有13度左右 这边藏民的房子跟拉萨市不一样 这边藏民的房子都有很大的屋底 看 是不是很有特色 我们到山谷的金达服务区休息一下 他们遇到了一个小伙伴 他们有点害怕他 这是个小公狗啊 感觉这个小公狗是 有脏鳄的基因 他妹来 他妹来 来他妹 小公狗 后面有个小公狗 应该是一个藏鸥 跟一个什么矮狗 然后在串串 这个这个小公狗 这个小公狗一直在追他啊 他妹 他妹 走 你上完厕所了 他妹走 好冷啊 他妹走 我这个狗太快跳了 我这个狗太快跳了 鸡婆说那个小公狗也挺漂亮 嗯 你看多强了 一直在追唐妹 唐妹还跑不过唐妹 唐妹遇到对手了啊 别以为唐妹跑得快 这个小公狗也跑得特别快 唐妹跑不过她 唐妹累坏了 看一下这个小公狗 来 小公狗 来 从米拉山隧道4800 一直下一直下呀 都已经下了几百公里了 还在下 已经下了海拔3500了 还在下 全部都是下坡 林志市的海拔只有3100 难怪呢一直下 这个大自然真的是好神奇啊 居然这么长的一段路 全部都是下坡 而且出了拉萨我都看不到草原了 出了拉萨 3128这边全部都是山谷啊 都是一直绕着这个山谷走 旁边那条河呢 我们是看着它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条河就是起源于刚才那个 那个崖口 现在已经变成就像江一样大了 真的是 草原没了 牦牛没了 这边有藏香猪啊 没有草原没有牦牛 一直有藏香猪啊 小看猪猪 这个河是越来越大 这条河叫林莲河 在崖口那里还是一条小溪呢 你看这个河上还有小岛的 小岛上长满了绿植 长满了树 好好玩在这里 我感觉这个水就是一直从拉萨流到林芝啊 嗯 林芝这附近的藏民好像就不畏牦牛了 他们好像都是种的青蛤 这两边种的都是青蛤 然后他们还养猪 嗯 他们的藏香猪特别有名 上次就是拍照的时候 给季婆化妆的那个女孩子 她就是林芝的 她说她们家就养了很多藏香猪 旁边要是养在西藏 就是藏狗 藏香狗 哈哈哈哈 快到林芝了 这边在下雨 突然我们发现峡谷里面有一条彩虹 这条河已经完全变成一条大江了是吧 嗯 你看一下 好宽阔呀 中间还有一些绿洲 小绿洲 彩虹的下面就是一个大水铺 不知道这叫什么水铺啊 咱们现在接近林芝 还有一些小绿洲 还有30公里 我觉得这里的风景好像三峡大坝呀 我们即将到达林芝 原来林芝就是一个在山谷中的城市 好像 现在是下午6点49啊 感觉这林芝跟我们湖北没什么区别吗 是吧 一点都不像西藏 其实真的一点都不像西藏 其实是无非就是海拔高一点啊 嗯 你看这大家看一下这有什么区别 完全没有任何区别 嗯 可能就是温度低一点 现在是16度 不过也在下雨带是吧 哇林芝这树长的跟广东差不多啊 你看右边这个树好像荔枝树啊 你看左边是那个松树 是松树吧 你看这个松针 林芝的绿化好好啊 四面环山中间有水 对 完全感觉不像西藏啊 嗯 这还说是高原草原 而且还离拉萨那么近啊 我真的觉得这林芝就像我们那边的地方 哪个乡镇 嗯 然后藏族气息也不是很浓厚啊 除了那些 嗯 就是你看那些门店招牌上面配的有那个藏纹 而已 其他没有什么区别 嗯 这就是林芝的街景 林芝现在在下雨 温度有点 没想到打下雨 我觉得它跟丹木熊完全不一样 是不是 我发现街上虽然在下雨 但是打散的人却很少啊 没人 那他们都不喜欢打散了 没人打散 我们进那个酒店多少钱 一百五 你看当雄或者是那个纳曲 它就是藏族风格很浓厚 到这边我就觉得 是另外一种藏族风格 嗯 可能藏族它也分很多不同的地区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边像城市 这边偏汉 比汉地一四川进行 嗯 现在天快黑了 我们住到酒店了 这是从酒店看到外面的林芝 好美啊 是的 山隔得好近了 我们车停在那下面 我们在酒店住好了之后 季婆说要出来走一走 她要到明阳河旁边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走了差不多有五百米 来到了明阳河边 但是现在已经天黑了 看不见了 这里面呢就是林芝市 我们现在在河堤上 河堤外面呢就是美丽的明阳河 明阳河 明阳河 好黑啊 身在河谷当中的林芝市 完全看不出来 它居然是西藏的一个城市啊 嗯 感觉就像我们湖北西部那边的一个城市 对啊 就是大山里面的一个城市 对啊 恶西北的城市 还有这么大的水 嗯 哎呀算了 乌齐曼黑的看不到 明天我们走的时候来看一下吧 我们在这里看我觉得这里很好看 他们说林芝的河就是绿色的 是的 网上看不清楚 真的啊 我们从那个叫什么山口啊 米拉山口 我们从米拉山口那里 看这条河还是条小溪 结果到了林芝来的时候 这么大的河了 嗯 话也说回来 从米拉山口是一直下一直下 下了三百多公里 没有一点上坡 全是下坡 下到林芝市 我们现在去搞点晚饭吧 好 晚饭搞了之后睡觉 睡完了之后 明天一早出发 出发 去拨蜜 好 拨落拨落蜜 巴松座就不去了吧 好 巴松座不去了 因为感觉归心似箭了 每天跟小泽接视频 想早点回去了 好不好 然后318的风景也很美嘛 然后我们沿途遇到哪里 也就是能让我们停留的地方 我们再停留 好吧 但是林芝有藏香猪 好想吃藏香猪 但是藏香猪好贵了 藏香猪适合六七个人吃 一只猪一千多块钱 跟可吃可牵羊一样 我好想尝尝藏香猪是个什么猪的味道 我们就去吃点别的吧 藏香猪就不吃了 遇到什么吃什么行不行 走 我们在林芝市天黑了 在这逛啊 找点好吃的 我感觉街道就跟我们 我们乡 我们乡镇上的街道差不多 也是这么高矮的房子 也是这么宽的距离 我发现西藏的一些街道都非常干净 没有垃圾 没有啥垃圾 就连纳曲 虽然街上不能种树 它也是很干净 它没有说是像前些年那样的 拉拉垮垮的 这些特色店 好大的虫草 虫草标志啊 一个虫头上整个脚 我们又来到一个四场餐馆 季婆点了一盘她最爱吃的肥肠 干锅肥肠 再加上一个下午白菜 今天晚上就两个菜做了 超级公点了她最爱的啤酒 咱看一下叫啥啤酒 再翻 明芝啤酒 这瓶好贵啊 一瓶十块 你要喝吗 你看明芝啤酒 美醉庄园 还是挺美的 还有桃花 对他们这里的桃花很出名 尤其是在我们也不过是 三月份 四五月份 碎份的时候它是千五五的桃花盛开 路边全部都是桃花 而且我们刚才说林芝祝多的时候 它的路边上的种的也是桃树 还有他们这里的话 还有就是千年的千五的核桃园 应该是在周边地区 因为我们在这里来到 看到很多的水果店门口 第一个必须要摆的这个核桃 好多的核桃 尝一口这个啤酒 味道好浓郁啊 难怪还卖这么贵呢 不知道林芝啤酒是不是林芝产的 看一下不就多了 产地西藏林芝市 是林芝 刚好菜单就在我的手边上 看一下林芝这边 这是一个川菜馆 看一下这边的价格 我们点了一个干锅肥肠 干锅肥肠的大量价格 好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吧 肥肠鱼八十八 毛血往五十 地主肥肠 六十八 米饭三块钱一味 我们点了一个干锅肥肠 不知道价格 咯咯 咯咯 再看一下 菜来了 小白菜 天饼饭吧 这是葡萄片 这是葡萄片 好辣呀 川菜馆放的辣椒也太多了 对呀 我们这一路 吃川菜吃的是贝罗的啊 嗯 我们这一路过来 全部吃川菜 看了三百多公里实在是太饿了 一会儿我们就把这菜吃光了 大家看一下川菜里面全是辣椒 红辣椒 你吃个大蒜好是吧 新辣椒 姜 各种辣椒 好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住的酒店 这是鸡婆把床单子掀开看一下换了 呃 背罩没有 嗯 环境挺小的 不过也行吧 就是卫生间 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在路远买的林芝的苹果 因为林芝这种桃子很有名 嗯 苹果的话 好像它独特的峡谷气候吧 说苹果也长得非常好 那这个苹果 小小的红红的 它好事好在哪里呢 看啊 就它这个苹果非常非常硬 就是很扎实 不是那种泡不动吃的苹果 嗯 这是我发现一个特色啊 苹果非常好吃 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苹果 有苹果味知道吗 关键是有苹果味 很硬很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明天我们去播命 拜拜